来深圳刚好2019年疫情前 坦白说是这样 我一开始来深圳完全是因为前海的政策 因为前海自贸区有一些对医疗扶持的政策 海外的医疗技术可以在前海落地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前海落地 就特别觉得深圳有一种很特殊的活力 然后在深圳因为它相对都比较年轻 所以在深圳其实不管要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大家都对未来有抱持的这种希望 因为我们也常常到日本去做一些交流 或者去新加坡 这些在亚洲比较发达的地区 其实我认为现在大陆已经是 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在亚洲可以说是并列前茅 我感受最大的是 整体的我们的国民的水平素质也越来越好了 包括讲礼貌啊 包括讲法治啊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这种友善啊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在大陆的都是相当相当好的 我觉得大陆的医疗工作者都比较高尚 我觉得敬佩就敬佩在每一台到依然都是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这个去认真的去对待病患 去对待这个疾病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 就是从事医疗这一行不只是为了收入高或社会地位高 我认识的绝大部分的专家其实都是带着一份使命感的 都是想要去普世寄人普世救人的